我好像說過 如果要打,就應該打黃岩島 最近菲律賓那裡 那裡也沒有事,那裡還沒有事 至於你說,為什麼放了四個飛彈 那些東風,21、26那些 它有些地方是在內陸放出來的 因為這些中程導彈可以打兩千里遠 所以它試給你看 它有個能力去… 你不知道它在哪裡 它放在新疆也可以 它可以打到南海 而是攻擊你的航空母艦 你們也知道美國最厲害 就是那些航空母艦 航空母艦的偉大地方 就是它帶著一堆 尤其是那些神盾戰艦 巡洋艦,一批戰艦 整個戰鬥群這樣來 即是滅了別人的國家也可以 當然中共就不是那麼容易滅 即是中國 它其實發展了這批飛彈 叫東風飛彈 是故意針對航母的 它沒有航母之前 只是不對稱的 因為飛彈貴極 可能也要幾千萬 但是航母一個戰鬥群 是說一百億的成本 它怎麼對著你呢 它沒有一百億去做那麼多戰艦 也沒有技術 那它就做飛彈 反而來看台灣也是做飛彈的 它叫紅風飛彈 都是打航母的 可以打到遼寧艦 如果戰艦這樣一打就 甚至是它那些 零七多那些大的驅逐艦 它最近弄了很多 大的戰艦 那你戰艦 一個飛彈打過去 如果中 如果中 這樣就會沉 這樣就很大件事了 戰略上 它就說要用這種東西 做一種阻嚇 這樣吧 如果它不是裝核彈 那就靠這個飛彈 打不打得到美國的航母 因為你要打中才有用 你打了旁邊也沒有用 一個水花 如果核彈就不同 核彈在上頭爆 就已經整個艦隊都玩完了 所以除非 但是核戰 就是一種大家都一定避免的東西 也沒有理由一開始用核武 也都承諾了不用核武 也都違反了現代的軍事倫理 你用核武 可能全世界的國家都針對你 只是不跟你做生意 不做任何交往 那你都大件事了 所以 首先我們不講核武 它打完這幾個飛彈 是否等於震懾到美國 那就要看美國自己 那些軍事專家的判斷 是 因為現在說 它打了四個飛彈 打到南海 有兩樣東西是它肯定的 第一它打得遠 很遠的地方放飛彈給你看 就是它在南海裡面 就算現在說 自由航行 美國又派航空母艦去 法國又去 英女王的伊利沙伯都用來南海走 但是這是它的主權範圍 它是老共傾 這些國力 即是軍事上的國力 究竟它有沒有能力 這是我的 你進來也有問過我 因為我主權地方 現在 法律上 全世界都不承認它 雖然你弄了幾個島 但是你只是一個島 礁 你霸著 這個是承認的 霸了那個礁 你也有些主權 但是你的主權 只是那個礁 兩里 即它不承認你是島 你就不是兩百里 而是兩里 如果你那兩里 就在海裡面的礁 兩里的範圍 就很小 而三里外 戰艦走過 你也能看到 是不是 等於望國維多利 香港望國九龍 這麼近 三里是很近的 如果是這樣 它就沒有所謂主權 它飛彈打來的作用是怎樣 它要顯示給美國看 你說自己是另外 那你有能力保護 你有能力說 不准你來 諸如此類 才行 還有它也要打給東南亞的國家看 你會影響東南亞所有國家 對你的觀感 因為它們有很多船經 你的飛彈船會打到它 它擔不擔心呢 它都有戰艦會洗 有漁船 有小護漁 馬來西亞 印尼 泰國 緬甸 那些國家 都在南可以有活動 他們漁民在那裡有活動 越南 那你是否威嚇它呢 它說明不是 它是威嚇美國 那算不算是開戰呢 遠白即是說打了 那是早了一些 我覺得 因為它現在其實它被迫都要做這件事 因為它不做 它可以做什麼呢 它沒有東西可以做 它是整了這個島 那些島上高 也都鑄了軍 弄了一些飛彈在那裡 有了跑道 但是它沒有很多飛機 住在那裡 因為那裡有嚴分高 而且飛機沒有什麼用 你想想 如果一隻航空船 企業部駕駛過 那裡有六七十隻 頂級戰機 那你的島上高 你不放二三十架 就叫做不對稱 但你放二三十架已經很困難了 還會打輸 那現在美國很明顯就是漏它打的 有兩樣東西它一定會打輸的 戰艦對戰艦 雖然它那些全部是新的 不能跟別人揮揮 戰機 老共都會打輸的 在南海如果用這兩樣東西打 那輸硬都可以了 所以它不能夠用戰艦戰機的情況 它只能夠用飛彈 上次我也說過 如果要開戰 其實它是依賴它的飛彈 而它現在告訴你 它的飛彈不單止 它不需要部署在 因為你看地圖 最難度是海南島 因為海南島 如果你部署有海南島 它可以攻擊 你可能不可以 沿海軍事的基地 它現在是可以從內陸 直接射過來 現在它就告訴你 它有這個科技 有這個能力 有這個武器 也要準備好 那些東風飛彈 是直接設計來打航母 如果你放戰鬥群在南海 它就可以打你 甚至台海南北 你放一顆航母戰鬥群 它隨時都會打到你 這也是事實 如果它能夠尋尋一隻航母 它認為 我覺得都是客觀上 美國就縮了 戰爭可以當它贏 可以當它贏 因為一隻航母有五千人 死五分之一都是一千人 恐怕 沒有試過 越戰以後都沒有死過 一千人一次戰爭 美國是承受不起這件事 但是行不行呢 這樣就真的不知道 現在呢 大家倒下心理 我覺得 如果美國認為不怕 它就嘗試在南海 甚至台灣兩邊 就真的擺航母 就找一個機會 沒有的 如果你真的炸它的賭罪 即它那些招 它現在弄了軍事設施 美國說 我可以炸了你的賭 要你拆掉所有東西 要不然我炸了你 它出了這樣的口述 現在看它是不是真的炸 如果真的炸 那中共會反制 就不是靠島上的那些飛機大炮 擋不到美軍的攻勢 它就要直接用 現在的東武飛彈攻擊航母 這件事 其實軍事上 還未清楚 所以變成它可以心理上 互相威嚇 就是大家賭不到這一波 那美軍你說 你出殲10 殲15 或者殲20 我用F-35 我用大黃蜂 F-18 航母 跟你對 贏不贏呢 我說你不用打 一定贏 美國贏 即是它很有把握 但是說你用飛彈打航母 你打不打得中 航母 如果它打得到 就一定打得中 即是 導航能力 但是航母正在走30里 即是你較準 放了飛彈出去 你能否去到它的時候 你還可以 你準確打到 知道航母在哪裡 打到它呢 其實呢 其實就是一個大問題 而呢 比如這樣說 它現在放一艘船 把船 即是它用舊的貨輪 然後飛彈從新疆打過來 打中它 打沉了它 拍給你看 最多做到這樣 但那艘不是航母艦 那艘不是一艘在走30里的船 如果一艘在走30里的船 你的飛彈打不打得中它 不知道 那這次它打完 美國都很開心 因為那些雷達 即是知道你的飛彈的特性 你的參數 所謂 你是不是真的那麼厲害 是不是那麼準 以及你的飛行的航程是怎樣 你上告有些什麼雷達呢 又看你飛的時候 表現出是怎樣 你在高空就這樣 你見飛彈 你看拋物線這樣 這樣打下去 還是貼著海飛 紅衣飛彈就是這樣 台灣展示給你看 它的飛彈可以貼著海飛 然後飛到時間 升起 然後才插下來 這個打法是最高科技的 但它不是的 好像北韓那些導彈 只會這樣 就算你GPS看到 或者你的北斗 是會 你的導航系統 是位置到航空母艦 大家在走30里的 那它打不打到你呢 即是你打不打得中呢 還有就是 航空母艦上高有反飛彈 它旁邊有所謂神盾的反飛彈 那些軍事迷很高興這些事情 他們在計算 究竟它有沒有捷擊你的能力 你知道美國的反飛彈 都是世界一流的水平 即是你說美國 蘇聯和中國 不用問 都是知道 美國那些反飛彈的能力是最強的 但是你永遠沒有碰過 即是矛盾和盾 始終沒有碰一次 不如相約試一試 我覺得這樣就最好了 美國說我找一隻行30里的大船 即是在那裡走過 你打沉它給我看 我就找幾個神盾在旁邊 負責截你的飛彈 我們試一試 這樣就不相和氣 好像奧倫巴比斯一樣 大家試一試 你出 我出盾 神盾艦就是這樣來 擋住你 看看行不行 最好大家試一試 這樣就變相和氣 如果不是大家就猜 究竟打不打中航母 打中就大件事 真是大件事 為什麼四幾千人 旁邊那些 還有你的飛彈有什麼特性 都不知道 你飛來打下來 還是到時它一爆開 它應該做到技術 爆開十幾個飛彈 變了 這樣天氣散發 那你可能很難躺 但是你留意這樣 個別的炸彈的能力又低了 即是未必會炸得爛那隻航母 或者會弄傷它 又不同了 這些資料很重要 你只是弄傷了它 它不用怕你 或者它截到你 它的反飛彈能力截到你 這些其實是不知道的 大家 又不要說我們假設任何事情 現在中共做的其實就是嚇到你 為什麼要嚇到它呢 即是嚇到你 你來呢 我試一下 你永遠不知道 你真的試到了 很難說的 你那些武器多厲害 你只是打起來才知道 真的要打起來才知道 甚至乎大家 拿著一支步槍 大家都是受過訓練的士兵 你都要上到戰場 真的可能完全不同了 打起來真的完全不同了 沒有一戰的經驗 現在大家是靠客 大家靠客的情況 我反而覺得是不會嚇得醒 雖然它不是開第一槍 如果它繼續開第一槍 你看美國的反應 都是審慎的 其實它是拿回一個彩 老共是拿回一個彩 因為這陣子欺負它太厲害了 這陣子欺負它太厲害了 很多飛機U2又飛過它 你做軍演 U2在頭頂飛過 你掃的東西放飛彈 軍演技師 你的飛彈會射 這些高科技 大家很少拿出來 你弄了些什麼 它都不知道 你弄了些什麼 但你一射完 它如果有一個偵察機在上面 它的電子掃描 你的飛彈有什麼特性 它立刻就知道 這次老共都開心 即是老美都開心 你放完四個飛彈 你的飛彈有什麼特性 是不是飛得這麼漂亮 準不準 全部知多做很多事情 它的資料都知多 而它自己的飛彈 無法阻擋你 全部可以分析到 等閒都不拿出來給人看 現在都要拿給你看 當然它可以改良 它都在進步 但大家就逗一下心理 你是不是真的要逼到它 用飛彈打你的航母 打你的戰艦 這樣打呢 這樣打它的好處 就是它不會死人 你危險 它不會危險 你來姚武揚威 整隊戰艦使得來 那些島嶼上高的守軍 實在不夠你打 這個不用說 但問題是你要冒一下這個險 就是它打你 還有飛彈打你的基地是怎樣 關到你的基地 你們防不防倒呢 人家打到你的時候 你是怎樣 做第二步又怎樣 我們當然 你看到台灣的軍事節目 有很多很高興的 B1、B2、B5、B2都出來了 它直接是帶多少彈 將你沿海的東西全部炸掉 炸掉都可以 你知道這樣就會搞出很大件事 我們又不要假設會出現 這麼開心的場面 炸掉老共的軍事設施 又不要假設 去到這一步就很麻煩 第一,不知道它有多少儲貨 第二,你都未必 應該都不夠能力 搞定它這些導彈 這些導彈都成千枚以上 弄在這裡 如果它用這些來跟你拼的時候 都是一個問題 純粹是沙門推演都是一個問題 當然你逼到它去打 就不是一種高明的做法 你逼到它去退讓 退讓的意思是 你不要搞台灣 你不要搞南海 或者你肯撤退你的兵 即是你那些 島礁上的軍事設施 你拿走它 敵飛彈拿走它 美國是在做這件事 即是不戰而威人之兵 它是盡量避免真下威戰的 因為如果真的開戰很簡單 你打就行了 打了 你說有一個藉口 老共說不開第一槍 但是它不是開第一槍 你先開 它跟著用這些飛彈 你都要自己衡量 是否能拼得過 真是不知道 我就會覺得 會覺得 美國科技是遇到的 即是它這些飛彈是截到的 但是這些東西正所謂 大家都未曾真的試過 你截不截到的冒險 還說你截了它 它會不會瘋了上來 放十枚過來 一枚就截到 十枚的時候怎麼辦 十枚的時候就是問題 是否能夠有把握 好像我們打機一樣 打了它 有一枚 一枚截不到就大制 就大件事 在這個情況 你老美都會克制一下 我覺得是這樣 一想到這樣 可能大家就在戰略上 大家鬥心理 鬥心理 但是 為什麼老共不想拿出來 其實它不拿出來 其實是最好的 因為永遠不知道 然後打了給你看 但是回去研究一下 可能又破解它 它要升級 改變了 即是它的飛彈指標 它的能力 要再升級才行 它來說也是困難的 但是問題它都要展示給你看 為什麼呢 它都鬆到一些東西 它很遠打來 它真的飛到多少馬克 這些比你看到 它飛到幾快 這些比你看到 但是它打不打得中 就很難說 就是中是一個未知之數 大家用軍事的常識去衡量 它是未知的 因為我聽過一個法國的專家 即是它恥之以備 它說這個我拜的 即是當是外行的人說 它說如果你的飛彈真的飛到六馬克 那麼快的確很難擋你 如果你又真的導航可以射中它 但是你的雷達飛到六馬克 其實是很熱的 你的雷達動不了 還有你自己的飛彈 上班的雷達要鎖住目標 飛得這麼快 你的雷達是未必做到的 一般的反艦飛彈 不是飛得這麼快 幾百里而已 因為你不能太熱太快 尤其是鎖定目標那一剎 即是那時候未必可以 我飛到幾百里外 我就開始慢 開始慢 降回次音速 油翼飛行 或者我飛到來才加速 行不行呢 都行 但是這樣就和你的原意又不同了 因為原意你賣點 所謂的賣點是你飛得夠快 如果你是飛得慢 你就和普通的飛彈沒有分別 你不用在新疆射過來 你派戰艦鎖近兩百里 就放立對艦飛彈 打到兩百里 但是這些飛彈 現在的技術是截到有餘 因為你慢它就截到 其實不是很複雜的 科技 它是快 有兩個東西 唯一就是快和多 就會困難了 截不截到 但是如果你慢 慢的作用就失去了 所以這件事變成矛盾 它可不可以又快又慢又可以呢 又快又準呢 那看來 美軍都未做到 美國的科技自己都未做到 那是不是中國已經做了呢 這樣就不知道 它不能夠解釋你不行 所以美國都很小心 因為可能你自己秘密研究了 已經解決了一些技術問題 可以做到又快又能夠雷達做到 如果臨近的時候認到你的船 你走到30里也要認到 走到30里也要認到 它要飛得很快 然後那個雷達可以認到你的船 鎖定 然後衝過來 然後快到你沒有辦法截它 這個技術應該 就是專家認為是未有的 不可能做到 快就可以 認到就可以 但又快又認到就不行 但是你一萬七 一萬七它就截到你了 就是現在的科技 因為一般的艦載飛彈 和一般的反艦飛彈 其實是矛盾盾之爭 你有這個科技 又有另一個科技出現 所以很多東西 大家製造的飛彈 大家都收起來 不那麼輕易拿出來 試的時候都要突然試 讓你不會有探測船在旁邊 就是這樣 那現在老美做的是什麼呢 就是整個天空都是它那些偵察機 它那些跟它飛到你大陸那裏 近期是挑釁得它很多 就是理論上 它只要不飛入你郭景 它都未是那個Yui 它沒有飛入到 郭景是十二里 何興起意外 但是它不用飛這麼進去 它已經看完你的東西 那都是一種很挑釁的行為 最近老美是做了這件事 所以老共呢 怎麽要拿回我威 就射幾個飛彈出來 這樣而已 就並不是開戰的前夕 就是我判斷它不是開戰 反而它是不想開戰 就拿這些箱底 壓箱底的絕招出來 告訴你我還有這些東西 你是不是想拚拚 你不要逼我拚拚 那的確 就是你兵空戰危很難說 美國人捨不捨得冒險 被它打沉一隻航母呢 不單止死幾千人 以後航母的神話 立即破滅 一個飛彈可以打死你的航母的時候 你做航母來做什麽 因為現在航母是一種很威風的東西 始終未受正式考驗 你出航母除非對它 大家都知道航母是不會走近陸地 其實很簡單 因為陸地很多飛彈 又近又快 你一定要遠離陸地 它容易鎖定你 一近陸地就危險了 所以有些說法 為什麽不去洗經 姚武揚威在台灣中間洗過 台灣的海峽只有兩百里 中間大約一百里 近的地方只有七十里 三十多里距離岸邊 你普通大炮都打倒它了 其實是很危險的事 即是對航母安全 如果你在戰爭狀態 絕對不會蠢到駛近陸地 而是遠離陸地 遠離陸地的好處 它便用飛機 因為航母最拿手 就是因為它有很多飛機 而飛機全部超音速 它在五百里外飛過來打你就容易 你打它五百里外的一隻航母 極為困難 除非你又有航母迫過去 飛機對飛機 美國是想你用這些方法 大家打一下 老共一向都知道 沒得打 所以它就發展用飛彈對航母這種做法 相同的道理 台灣也是發展用飛彈對航母 台灣的飛彈沒有老美的飛彈不厲害 沒有老共的飛彈不厲害 但是老共的航母 就一點都不厲害 所以台灣的飛彈足夠應付老共的那隻 遼寧號級的航母 你有一段時間都未能夠 射無忌憚地要脅到它 軍事上 有什麼好處呢 講到這裡 其實就是個好處就是 其實還未有打仗 大家不用這麼緊張 就是你怕香港再有暴動 機會大一些 你說台海打起來 或者南海打起來 越來越不像 近來有這些事情 就是因為老美 逼得老共太緊要 它是要做一些反應 不要說一面倒 因為簡直是扭它打的 南海也扭它打的 就是台海也扭它打的 它真的扭到上門 天天上門扭 你如果沒有什麼都不做 沒有些事情嚇嚇它 怎樣呢 我也不知道怎樣 真的太沒面子了 結果去打它的神秘武器 最難手的東風飛彈拿出來 試一試給你看 我還有這個能力 我可以在幾千里外 攻擊你的航母 你要冒這個險 imo liberty 我看的就不會沒有這件事 無是沒有 輸了 不得連任 所以那種很大盾 碰巧 砰 Jump 就是拿中了 懶了很多了 陳ολ 이번 尤任會 但問題uurich 真的被控制了 那就大件事了 你說一隻航母百多億美金 那些一千萬美金打爛了我的航母 以後要弄航母來做甚麼 當時全世界是嘎嘎聲笑 我幫他買幾個飛彈 你不要過來我身邊 他不想有這些事情發生 頂級的武器盡量不會對碰 大家都不對碰 其實很有趣 因為這些是生意 軍事是一種生意 都是一種生意 大家要盡量威 要強勢 但是不希望穿 穿了後你會發現原來強勢的東西 沒甚麼大容的時候 那些貴的戰機沒有人用 沒有人買 你的航母洗過來 我又不怕 以前很怕 航母一來就很怕 以後發覺原來很容易打中 這樣就不怕了 他就沒有了他的威勢 他盡量避免這些要決定 露出來的情況 所以你說四個飛彈打完之後 我反而覺得 打起來的機會是大為下降